看古迹讲故事,您好,我是昆仑刘石 今天的故事啊,我觉得是咱们这个系列里边最有意思的一期 那是什么呀,就是选秀女的故事 这清朝皇帝啊,在和其他帝制时代的王朝比起来,还算是比较讲究 他们的选秀女制度啊,基本上就是本着只霍霍八旗不吸扰全国 上文书咱们已经交代过了 八旗制度当中最严苛的,那就得说是清代统治者对其人婚姻的约束 其人的婚姻自己是不能做主的,得由自己的长官做主 那什么是长官啊,对于普通其人而言啊 那皇帝,皇后,皇太后,以及其主,都统,参领,左领 这些啊,就是普通其人的长官 上文书咱们主要说的是其内宗史被皇帝指婚的故事 这普通其人啊,也是一样 其主王爷也能掌握自己旗下属人的婚姻 那么在清代八旗婚姻制度当中,最为神秘的 我觉得啊,就得属这个选秀制度了 咱们讲八旗那天开始啊,就不止一次的说过 这满汉不通婚,或者说呢,这个齐民不通婚 当然了,咱们也说了,这当中啊,也有区别对待的时候 不过呢,这两句话的大致方向啊,是没错的 在选秀女的制度当中啊,就更是如是了 民人是不参加选秀的 这样一来,这皇帝一选秀女啊,就和其他朝代不一样了 不是全国人弄得人心惶惶 因为这秀女,他只出八旗啊 那么说了半天,这选秀女是啥意思呢 选秀女啊,就是清朝统治者 给自己皇室成员的男丁挑媳妇 这您得分清了啊,这回咱们说的是皇室 可不是整个皇族了 就是说呀,给皇上他们家,皇上的儿子 兄弟们,点选福尽 清代的朝廷啊,对此事很重视 从给他起的名字,您就能听出来 这种选秀制度啊,在清代的时候 被称为月选 说白了呢,就是能不能选中啊 得看看再说 我说书的宗旨啊,和别人不一样 咱们呢,是有热闹心说 绝不留到最后 那么这看似铁板一块的清代选秀制度 它有没有例外呢 当然有,就在顺治朝 顺治五年的时候 这顺治皇帝啊,就曾经下过一道玉址 玉址上说呀 方,今天下一家 满汉官民,皆镇臣子 若其各乡亲目 莫若使之递结婚姻 自后满汉官民 有欲联姻豪卓 听之 并且呢,这皇帝啊 还亲自做表帅 通过这阅选制度 还给自己选了一位汉族妃子 您听准了啊,这可真是汉族 可不是汉旗 这位石氏娘娘啊,是吏布左侍郎石绅的闺女 这石绅啊,是鸾州人 可是正正经经的民集不是其人 当然了,这之后的故事相当的繁杂 不在咱们这个系列啊,该讲的范畴之内 总而言之吧,孝庄皇后不乐意了 孝庄和杜尔滚认为啊,顺治皇帝对满洲 乃至整个八旗啊,汉化速度太快了 应该收手脚步 就一同对顺治皇帝施压 并且这孝庄文皇后在宫里还下了一道御址 这御址上写的明明白白的 自此以后,凡因禅族女子进宫者 斩 没办法呀,到了顺治十二年啊 这顺治皇帝只好又下了一道旨意 太祖太宗制度 宫中从无汉女 且朕诉奉皇太后辞训 岂敢忘形 继天下太平之后尚且不为 何况今日,得 挺大的皇上啊 这算是说话不算数 拉屎往回坐了 可是呢,这克妃娘娘时事啊 她已然取进宫里来了 那就这样吧 这克妃娘娘啊 自进宫一直就住在西六宫的永寿宫当中 永寿宫啊,在西六宫首冲的位置上 您要是以后有机会去故宫博院啊 可以到那去看看 这个院子呀,后来甄嬛也住过一阵子 不过这保不齐啊,您也会失望而回 因为啊,这里也不是经常对游客开放 幸亏啊,我去过 还拍了视频 您啊,将就对付着看看吧 您可别小瞧了这鸾州女子克妃时事 这可是有清一代 唯一一位进宫做妃子的民籍女子 有人说不对吧 这康熙和乾隆都从南方带回过汉族女子 成为妃子 他们不算吗 哎,还真不算 因为在把他们迎进宫之前啊 这皇帝先把他们的家族抬了极了 所以说呀,这进宫的时候啊 他们已然是奇人女子了 得嘞 咱们有清一代呀 唯一的这个特例小故事讲完了 咱们接着聊选秀 这秀女一词啊 满洲话叫做萨干追 在上誉当中啊 说的清楚 所有挑选奇人女子 原为王阿格等拣选附近 也就是说 这些被选中的秀女 到了王阿格家里啊 怎么着 也是做附近侧附近 是绝对不会做妾的 所以说这秀女一旦被选中 以后的地位还是有所保证的 所以说这八旗全员的未婚女子 先由皇族挑选 这就成了这有亲一代 八旗妇女婚姻的大原则 这种定制呢 一直奉行了二百多年 唯一的小插曲啊 就是刚才咱们说的那个 克菲时事娘娘 她是个民籍汉人 清代朝廷啊 明文规定 八旗所有的官员 兵丁乃至闲散苏辣 家中未婚女子必须参加月选 如果没有经过月选 就私行婚嫁 那么行了 该管各家 自都统以下 参领 左领 以及本人的父母 全都得治罪 您这大姑娘啊 也别选秀了 新者库 刷马桶去吧 所以这齐人啊 没有人敢逾越这选秀制度 那么多的年纪开始选秀呢 这秀女呀 十三岁到十六岁 叫做合力 到了十七岁以后啊 叫余岁 哎 那么如果说正赶上十七岁 那就不用月选了呗 美的你 朝廷 每三年一选秀 只有在你去的这次 被淘汰出局 你才能回家另行婚配 无论是因为疾病 还是天灾人祸 这次你没敢上啊 下次接着来 那么具体而言 这月选秀女是怎么样的流程呢 首先说这外放的满洲文武官员 以及各八旗住房地将士的女儿 要齐聚精师 在月选这天啊 天不亮 就得坐着牌子罗车 在神武门外 以齐为单位 一拉六那等着 这宫里呀 对这种车有个专属称呼 叫排车 等到月选开始 就会有礼部的代牌张经 领着这些排车 由神武门进入 秀女下车以后 由代牌张经 把他们引到顺真门 到了顺真门这儿啊 这代牌张经可就进不去了 就得有宫里的太监总管 再接手 把他们继续往里引 那么在哪儿 月选秀女呢 就在御花园的最南头 昆宁门前边 这秀女们五人一组 轮番选看 被选中的就会留在京中 这还有个专属名词 叫留牌子 那选不中的 您就回家去吧 这也有个专属名词 叫撂牌子 这撂了牌子之后呢 当然就是各回各家 各找各妈了 那留了牌子的女孩呢 就得以各其为单位集中居住 不过自出世留了牌子之第二次复世的时候 这期间这位秀女啊 所有的费用是朝廷出的 大概其样 每人每月月赏一两 您别乐啊 属时这给的就不少 等第二次复世再被刷下来的秀女啊 哎 您也可以回家了 被选中的秀女或是充盈后宫 或是嫁到成年皇子的府中做福禁 在这儿呢 咱们还得插一句 被撂了牌子的秀女 回家之后啊 通常就有两种结果 第一种呢 也是绝大多数的奇人呢 看见自个儿的女儿回家了 没有被选中秀女 那都是欢天喜地呀 因为这一入侯门深死海 又何况是入宫为妃呀 真要是当了妃子 那跟这家人呢 那就真不能轻易见面了 要是赶上皇上宠性 再生个一儿伴女的 那算是有了靠了 不过呢 多数妃子呀 都是终老宫中 这精神生活 过得不老幸福的 也有这奇人家庭啊 听说自个儿的女儿 被撂了牌子以后啊 是哭天抢地 还有那个个别的 竟然上吊自杀了 这种情况啊 虽然是个例 不过呀 也是有的 这友情一代 月选秀女 基本上就是这个制度 不过随着时间的延续 到后期 也有了些许的变化 到了乾隆年间的时候 朝廷就规定 凡是太后皇后的娘家女子 不再参加月选 母亲是宗使的 还有嫔妃的姐妹 需要造册 另行登记 这是为什么呀 这是因为呀 儒家思想 对这个满清朝廷 影响越来越大 最重要的一点呀 也是为了优生学考虑 当然后来也有了变化了 到了嘉庆年以后啊 这嫔妃姐妹兄弟之女 另行造册之后啊 还是可以参加月选的 这另行造册呀 首先就是为了杜绝 近亲结婚 不过呢 受宠的嫔妃兄弟姊妹之女呀 那更有可能是皇上手中重要的政治筹码 要不另行造册 这礼部知道谁是谁呀 您瞧后来 这慈禧的妹妹被指婚给了纯亲王 那不用问 肯定跟这个另行造册呀 它有关系 乾隆皇帝还下旨 八旗在外 所有官员 文官自同旨以下 武将自游击以下 不用再进京参加月选 就在五年以后 朝廷又刷下一道旨意 说这个住房八旗呀 自邪灵以下 也不用再参加月选了 说了半天啊 这都是在外围观的旗人 和八旗住房军 有情一代 在京八旗是必须参加的 还有一些小例外呀 就可能跟这个旗人的身份地位有关了 官外旗人 照顾上庄丁所生女子 以及守灵灵护女子 不用参加选秀 那么说到这儿 问题就来了 这参加选秀的人数降低了 那选出来的秀女不够数怎么办呀 这朝廷也有规定 每当选秀之年 秀女人数不足的时候 便将这个秀女的年龄啊 从13岁降低到12岁 这样不就能够填充了吗 这有清一代的八旗选秀制度 大体上啊 就是这么个环节 这不过呢 哎 这不过来了啊 这只是咱们要讲的清代选秀的一半 这是礼部所主持的三年一选秀女 为的是充盈后宫 这奈武府三旗啊 每年也要举行一次阅选 好书不怕晚 明天啊 咱们要聊聊 清代宫中的宫女都是怎么选出来的 对啊 好久不过来的 对啊 好久不过来的 好久不过来的